以后这个地盘的贵费全部改为一个礼拜收 以前那些日日收 隔日收 三五七日收 半个月收 甚至一个日收全部取消 如果以后有什么林姐 突击扫荡的 或是总部要办什么专案 我会叫猪油仔通知你们 还有 要是你们有什么不爽要投诉的 也可以由猪油仔跟我说 简单一句话 猪油仔就是我雷洛的带子 制定完收费标准后 雷洛安排手下开始整顿街道 要将街道上的野鸡全部赶回房间去 这样不仅会让世荣好看很多 还会提升叶总会的生意 那样他们也就能收到更多的费用 经过雷洛尚未统一安排和管理后 各个地区的生意好得不得了 而他自己的财富 更是以超乎常人的速度聚集 在警戒的威望达到了和严同平起平坐的地位 显然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升职之后 陈统打来电话恭喜雷洛 通过闲聊 雷洛得知陈统正在给有钱人当保镖 现在全香港 找有钱人薛郎的满街都是 自己要小心 听着雷洛的话 陈统不以为意 毕竟曾经的他也是当过探长的人 不觉得会有人对自己不利 殊不知 谁都有阴沟里翻船的时候 就连他也不能例外 这天 有钱人的公子找到陈统 想让其帮忙出面解决问题 原来其在赌场赌钱的时候被人骗 导致欠下巨额债务 张先生知不知道 我老爸知不知道都一样吗 他照样会帮我 了不起回去艾顿骂了 该不会是今天我请你老人家帮我一个小忙你都不答应吗 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 陈统无奈只能答应 随着公子来到饭店 让他没想到的是 债主竟然是响尾蛇 通过询问才得知 原来是公子在赌场连赌三天 所以才欠下巨额外展 眼见事情败露 公子知道今日在劫难逃 于是便谎称自己有证人 只是还没有到而已 约在哪里 就在外面 到外面去看看来了没有 等一下 老鬼 你是把踢踏扛啊 如果是的话 你要功功道道 闭嘴 大家面对面 把事情弄清楚了再说吧 快去 借着打电话的时机 公子故意将钱包掉在地上 趁小弟捡钱包的时候 突然将其打晕逃之夭夭 大哥 那玩弹蛋叫多了 什么 这他妈的没用 死老鬼 你们串通好的 最好赶快把人交出来 响尾蛇以为二人是串通好的 故意不放弃离开 陈统健壮 便想用自己曾经的探长身份压制响尾蛇 可如今风水轮流转 不是探长的他早已不被响尾蛇放在眼中 再挨了一顿毒打后 被响尾蛇带上车 寓意其为要挟逼公子现身 行至中途 恰巧遇到巡警 陈统赶忙开口求救 眼见事情败露 响尾蛇不管三七二十一 开枪击退巡警的同时 带着陈统躲入山上的破房子中 闻讯赶来的英国警察 欲要上前营救 不料却被响尾蛇小弟一枪毙命 英国人的毙命很快惊动了警队 雷洛和严通同时赶到 如今正是表现的机会 二人当仁不让 都要冲上去表现一番 起料响尾蛇竟然拿陈统做要挟 要和他们当中其中一人对话 严通一见人知是陈统 便本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不愿意上前营救 雷洛对此自然不能不管 毕竟陈统对他来说一失又一负 他将枪粘在背后 一个人来见响尾蛇 进门之前趁机将枪放在门口 小弟情急之下也没有发现 进入房间后 响尾蛇开口就要五十万 并让所有警察撤退 这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好 我就一枪把他毙了 看看可不可能 你不要这么生气 为拉书的安全 我一定会想办法 坐下来慢慢抬论 好 稳住响尾蛇情绪后 雷洛告诉他 想要前警方一定会妥协 可想要活路简直就是一想天开 唯一的办法就是他留下 将时间拖到晚上 趁机放几人从后山离开 那鞋呢 你临走之前我会给你的 眼见几人分身 雷洛果断出手 抢下响尾蛇的枪并制止住了他 谁料小弟竟然是个狠人 拿起锤子敲到雷洛手中的枪 本就势单力薄的雷洛 如今手腕又受伤 自然不是几人对手 被几人用木板按在墙上 响尾蛇拿出武器 一下刺入雷洛腹部 眼见响尾蛇抡起大锤再度袭来 雷洛只能强忍剧痛拉开神位 这才躲过致命一击 三番四次被雷洛戏耍 响尾蛇很是生气 手持大锤再度袭来 雷洛跳上桌子 这才躲过毁灭幸福的一击 说着响尾蛇便将窗户放下 狠狠地压在雷洛身上 半掉空中的雷洛意外 看到了门口的手枪 他拿过手枪 对着屋内几人连续射击 很快子弹就被打光 小弟剑没有威胁 手持木板冲向雷洛 雷洛剑撞 反手拿起一块玻璃 一击插入小弟咽喉 此时响尾蛇从背后袭来 二人再次扭打在一起 陈筒剑撞 立刻踩到桌子上 随后从高空一跃而下 将陈筒蛇压的口吐鲜血 眼见危机解除 陈筒便让雷洛去领功 毕竟他还年轻 有功在身会容易晋升一些 雷洛闻言后便来到门口 招呼众人上来打扫现场 严筒剑已经没事了 率先带人冲了进去 欲要抢下这份头等功 不料响尾蛇竟然没死绝 趁严筒不被突下杀手 一口咬住严筒耳朵 幸好手下及时出手 这才将严筒救下 经此一事后 雷洛因为辖区内发生泄斗事件很少 被局长表扬了一番 随后局长告诉众人 尤监区探长即将退休 需要选一个新的探长来接替 雷洛想要这个位置 但是严筒却是他最大的竞争对手 为了能拿到肥的流油的位置 严筒将一众捞家全部请到家中 想要得到众人的支持 好多人都收了严筒的好处 一直都在帮着严筒说话 可总有一部分人不屑于严筒为伍 根本不给其面子 其中博豪就是最大的那个 眼见这些人不支持自己 严筒很是生气 当即安排小弟开始破案 抓不到犯人的就花钱找人顶报 是要一个月之内 让自己成为全香港破案率最高的探长 就在严筒忙着出政绩和收买人心事 雷洛却不慌不忙地陪妻子看戏 猪油仔在收到消息后 赶忙来戏院找雷洛 看是不是需要学严筒一样 找人来捧捧场子 不用了 现在不是要你去打架 这要你一拳围剿这样才过瘾 他为什么迫不及待的 要找那些卖白粉的大盘下手 你想想看什么 你想想看 如果严筒当上了探长之后 他把油麻地避风塘 改成马飞砖码头 你才到时候变成怎么样 那以后那些马飞砖 不必从心界上爱 直接到避风塘 哇 以后油监区岂不成了油水区了 猜到了严筒的真实目的后 雷洛当即令猪油仔找人监视严筒 要知道他的一切行动 等猪油仔离开后 雷洛转身准备返回戏院 此时一道声音传来 雷洛转头望去 却发现是一直没有阴性的阿霞 带着一个孩子出现 本欲上前叙旧的他 忽然想起自己已经结婚 面对前任和现任 雷洛究竟会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他能不能坐上油监区探长的位置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是钢弹 下期见